这种美味不一般 看 是长在这个木头上的 吃法多种又多样 兴起有趣 含亲情 到过年的时候 大年二十八 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就住这个厅 敬请收看本期生财有道 各位好 我是萧威 清源县因为地处大山深处 可耕中的土地面积少 被人们誉为是九山半水半分田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当中 人们慢慢养成了一种饮食习惯 那就是少不了山货 其中有一种味道极其鲜美的山珍 更是当地人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从介绍这道美食的 开始吧 如今香菇产业在庆园蓬勃发展 香菇也成为庆园的一张美食名片 香菇吃起来有肉的口感 却散发着植物的芳香 清源的香菇品质优良 香味浓郁 除了各类香菇甘品 经营者还开发出用来泡茶喝的 冒尖香菇香气浓郁 在清源 香菇的吃法多样 而由于经营的特点不同 每家制作的香菇菜肴都各有千秋 王荣英的农家乐在当地很有名气 他家以菌菇为主要食材的菜品 多种多样 有菌菇宝啊 然后有菌菇肉啊 水蒸蛋 水蒸蛋里面也放了那个就是蛋木的香菇片那种 然后是有炒鸡松龙啊 凉拌黑木啊 这些还有很多 清源的每家饭店都有几道菌菇招牌菜 王荣英的农家乐更具特色 他家最出名的以香菇为主的菜肴就要算香菇肉丸了 为了做好这道菜 精心准备配料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王荣英特意来到了庆园县最大的香菇销售市场 挑选上层的香菇干品 很香啊你看 而且这个颜色看上去都是很清爽的 香菇肉你要把它剁碎了 然后就厚一点的话 你剁出来的话 那个香菇肉的肉片也会厚一点的 与鲜香菇相比 挑选甘菇更需要用心 王荣英的诀窍就是 看菌盖 只要甘菇菌盖上的褶皱自然 有深有浅 那么这就是品质上好的甘菇 而选外形 则要以菇肉厚实 大小均匀为家 除了选其形 还要闻其味 甘香菇香气越大的越好 选好甘菇 在回家的路上 王荣英告诉记者 她的农家乐之所以有名气 还和她家的经营方式有关 来了 现在全家服要亮相了 这是小妹 小妹你给介绍一下 这三位 这个是大哥 这个是二哥 这个是三哥 大哥最主要就是菜 很大部分都是他种的 蔬菜那一块 二哥最主要是买菜 然后就是平常帮忙打笑手 什么的 采买打笑手 大哥是搞种菜 养鸡 然后三哥那周末的时候 都会回来帮忙 因为店里比较忙 我有空就下来 会帮忙烧烧菜 什么的 就这样 那要是下早炒菜 烧菜是谁呢 是我 叫你 主要是小妹 就是小妹 小妹是不是从小就喜欢烧菜 对 所以说她的手艺 是跟爸爸妈妈学的 还是她自学烧菜 有一个 有一个自己学的 但是偏分工 对 兄妹其上阵 各自有分工 各自有所长 哥哥精心种出好食材 妹妹王荣英 则发挥厨艺特长 精烹细煮 保证每道菜的品质 为了达到极致的口味 王荣英的香菇肉丸 在用料上 除了选用上好的干香菇之外 为了进一步提升香气 她还加入了 只能现摘现吃的 段木香菇 这在别的地方 难得一见 香菇是自己种的 但是不是我们通常 所想象的那种 是用军棒种出来的 他们家的香菇呢 种反的所以更原始 来 过来看一下 哦 看 看 看 是长在这个木头上的 是吧 这个木头是什么木头 这个我们这里的一个 专门种香菇的 一种特殊的木头 是断木吗 对 断木 你为什么不用那种军棒 那种军棒不是产量高吗 你为什么单单是用 断木来种这种香菇 来招待客人呢 对 像现在的话 我们这种断木香菇 产量已经很低 然后种的人也很少 但是它的这个品味呢 要比我们普通的香菇 要好很多 它的香味也要更浓 肉丸加进去 断木香菇 又可以当早菜 又可以当主食 香味怎么样 你说 香味更浓 如果说普通的 它的这个香味 可能要差一点 这个断木香菇 它香味更浓 好期待啊 香菇肉丸 是庆元人逢年过节时 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也是各家都会制作的一道佳肴 然而 要想把这道菜做精致 却并不容易 老造柴锅 精细烹饪 这是王荣英家 农家乐的特色 炒制香菇肉丸 用的油都是王荣英 从自家提前腌好的 咸肉中提炼而来的 用这样的油炒馅料 香味更加醇厚 这个是我自己腌的咸肉 咸肉 肥的腌咸肉 然后这个拿来弄油 就会比较香 正是因为有你自己 独到的这种食材 所以才会吸引食 这种味道我没有吃过 对吧 对 准备好各种食材 香菇肉丸 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制作这道菜的主要材料 是香菇 糯米和猪肉 还要搭配胡萝卜 和葱姜等配料 先把干香菇 泡发洗净 再与猪肉 段木香菇 葱姜等 一起切成末 下锅炒至金黄 再盛盘备用 把它拌�来就切了 那时候就到过年的时候 到年二十一八 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 就做这个瓷 将蒸好的糯米饭 放入馅料中一同翻炒 为了增加粘性 让肉丸容易定型 还要再加入一些淀粉 反复搅拌之后捏出丸子 最后进柴锅 慢火蒸30分钟 香菇肉丸就可以出锅了 制作这道菜虽然费时费力 但每到逢年过节 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参与制作 在烹制美食的同时 更将暖暖的亲情融入其中 现在这种味道已经越来越少了 就是属于这种农家的味道 而且小时候就是吃这种味道长大了 已经越来越少了 距离我们身边已经越来越远了 我们就想保留这一块 那你一年下来的流水可以打到多少 一年毛钱的话可能有一百万左右 与王荣英秉持以农家特色为主 坚持自己用柴锅老造 精烹细煮的经营策略不同 朱进良走的则是精品路线 让时刻能在他这里品尝到 不一样的峻菇美味 厨师出身的朱进良 通过不断研发 把峻菇菜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庆园几乎每家饭店都有峻菇加油 那么如何能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 做到人无我有呢 董厨艺又会经营的朱进良深知 只有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通过和自家厨师团队的反复尝试 朱进良研制出一道百孤征验 以此来作为自己的镇淀大菜 百孤征验也是经过我们后厨 无数次的去尝试 因为百孤征验这道菜里面 它是有多种原生菌一起烧制的 因为这道菜呢 因为第一个的话 从外观看上去 因为造型也比较买观 然后第二个的话 应该是很多种菌库上在一起烧 而且营养也非常丰富 然后汤汁的话 它是带一点金黄色 然后改善的话 感觉很有食欲 百孤征验 是朱进良饭店里的一道招牌菜 选用新鲜的牛肝菌 野生香菇和鲜冻松茸 为主要食材 配上白玉菌 松茅菌 珍珠菌等名贵菌类 将所有主料 辅料 改刀成丝 放入调制好的高汤中烧制 最终以汤羹的形式 呈现在食客面前 我们主要推广的就是 去年这个菌菇的文化 包括我们的出品 我们都以 我们这边的食用菌 包括野生菌 我们都会做 在研发 百孤征验这道菜的初期过程中 朱进良的厨师团队 曾经遇到一个问题 把多种优质菌菇放到一起 烧制成羹 但最后的成品 口味却并不理想 往往带着一种苦涩的味道 然而食材都是保证新鲜 调料也都是精挑细选 出现这种口味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主要是菌菇的清洗 像花子菇的话 它外面有层粘液 然后不清洗干净的话 它外面的粘液 会影响那个菜品 就是汤汁的口味 同时菌菇本身 就含有一些泥沙 如果不清理干净 哪怕只留下一粒沙子 都会直接影响 这道菜的品质 找到原因所在 解决了问题之后 百菇争艳最终定型 这道菜也得到了 人们的一致好评 俗话说 好马配好鞍 美食也要配美气 用什么器皿去盛放 才能体现出 百菇争艳这道菜的价值呢 要是没有好的品项 自然就卖不上好的价钱 这费尽心血 取材用心的美味佳肴 就会失去意义 这个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呢 之前我们选用的是一些磁器 但磁器因为菜的价值本来就比较高了 之后我们就尝试着用铁器去装 到最后 除了团队呢 他们选用了冬瓜 拿来雕刻 中国饮食文化远远流长 古人把食物制作上升到艺术水平 诞生出许多传承至今的经典工艺 食品雕刻就是其中之一 早期的石雕大多局限于花卉一类题材 随着技术的日真成熟 到明代已出现了人物 动物等不同题材的作品 食品雕刻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 通过切 削 挖 拼接等手法 创造出优美的造型 冬瓜上面呢 我们雕了一些 比如说一个菜铭 我们把过增业 这一些军锅生态的一些造型 更能体现了去年原生态的一些文化 出品的造型会比较美观 上桌让人觉得很有视觉感 杏园厨师在冬瓜雕刻中 融入了本地的生态元素 呈现出一种自然原始的整体 风貌 香菇 蝴蝶 森林的图案 更让人在观赏这道菜时 有了一种反普归真的感觉 当艺术遇上美时 实现了跨界融合 制作完成的百菇争宴 色香味俱全 汤汁浓郁 滋味鲜美 会地的这间游客 甚至是商务殷勤的客人 得到一致的好评 庆园人利用香菇烹制的美食各有特色 然而要说将香菇的鲜味发挥到极致 并以此致富生财的 在庆园还有一个人 他就是被人们戏称为香菇小哥的吴荣 无荣种的香菇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用来泡茶喝 这香菇为什么能泡茶 泡出的茶又是什么口味呢 这一切都要从一种特殊型号的香菇说起 当时从山上选了好多的野生菌 跟我们这个日本引进过来这个品种呢 给它进行杂交 优选 最后优选 然后呢刚好是就杠一杠二杠三杠四 有好多个品种 最后刚好是杠四这个品种培育成功了 就适合在我们这个地方来种 所以说这个菇呢是最接近于这个野生的香菇 只有这种有帽间的 这个是二十一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然后带帽的这种呢也是最好的最香的 就像这一朵 这一朵 对 这一朵怎么好呢 为什么好 您看这个帽间 非常明显 然后另外您看一下底下这个 反过来 这个边很厚 刚好呢这个龙毛刚打开 边又很厚又很规整很圆 这种呢是最好的 对 那么这个如果是晾干了以后 卖多少钱一斤 类似于都是这种级别的话 我们卖到五百块一斤 五百块一斤 对 那这样的鲜的这个菇 多少斤才能够晒干一斤 十二斤左右 二四一杠四这个型号的香菇 对于生长的环境和条件 有极其严苛的要求 要种在海拔八百米以上的大山里 昼夜温差 要达到十摄氏度左右 才能长出带有冒尖的好菇 也正因为如此 这种香菇才有最接近 纯天然香菇的口味 味道也更香更鲜 只种出好的香菇还不行 要想拿来泡茶 还要一道关键的工序 那就是晾晒鲜香菇 香菇采摘下来之后 要马上进行晾晒是吧 采好之后我们要剪脚 脚剪了之后呢 就把它拿出来晾晒 晾晒 对 那可以直接进烘房吗 用太阳再给它照射一下 通过阳光把那个 它有一种叫麦角栽纯 转化成维生素地 这样更好 这是就像人晒太阳一样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是必须的 对 这里晒有多种 20多斤 20多斤哦 来啊 哎呀 我是大力士 来 试试 哦好重 好重 要横着放 对 这样放是吧 对对对 这样横着放 哇 这个真是体力活 要推过去是吧 我来试试啊 要推过去 看着简单 要刚好在中间这个位置 哦 用力要站 来我试试啊 来你的朋友 正好这个杆子 要在中间位置 对 歪了歪了歪了 哦这样 可以出去 哦那能推到头怎么办 可以 哎 小心小心小心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技术活 是啊 如果是用力不当的话 会掉下去的 会翻的 哎 好了 说的时候 那头那步好了 可以 用那个长杆 哦还有长杆子 对对对 长杆 哦 给它收回来就可以了 出汗了 哈哈哈哈 做香菇 我说就是体力活 亮三百多筛 等到太阳下山以后 还要瘦三百多筛 然后放到烘房里面去烘 放到烘房里面去烘 对 然后接下来第二天 还要不断地去巡视 去采 对对对对 晾晒香菇是一项辛苦的工作 但却是保证香菇品质最重要的工序之一 只有用香气浓郁的优质庆圆香菇 泡煮出来的茶 味道才会更好 哦 好纯正好浓郁的香菇的香气啊 对对对 就是之前我们都闻过香菇啊 但是给你的感觉 可能哦 这是香菇而已 但是这个香气 为什么这么的浓郁 这么的纯正 我做过类比吧 就好比是一瓶刚刚磨好了 打开瓶盖的小磨香油 就是你煽起入鼻的一刹那 你闻到那种浓郁的香气 是那种感觉的 是不是 对 根据我们自己个人 你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的话 放个十五颗左右就够了 这样倒个半壶 要煮多久 然后呢我们基本呢 它要给它先滚 滚了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小火关起来慢炖 这样差不多有个二十分钟左右 炖到它稍微有一点点粘稠度 那个时候是最好 哦 这样的 你说香菇里面的有效的成分 就被煮出来了 对 那时候喝刚好 吴荣告诉记者 其实在很久以前 本地就有了香菇茶 在过去 当地农户都是分散在各处的深山里 种植香菇 要是平时遇到一些小感冒之类的状况 住所离城镇很远 不方便就医 他们自己就会煮一些香菇茶来缓解症状 因为香菇里面有香菇多糖啊 还有很多种氨基酸 香菇多糖氨基酸 人喝了以后会提高免疫力 哦提高免疫力 对对对 好期待啊 哈哈 你看这个汤色 你要不说是香菇茶 看上去就喝茶 没有什么两样 对吧 对 太好闻的香菇的香气了 粘稠 怎么那么鲜 它这个呢 就是原汁原味的鲜 因为它里面富含多种氨基酸 所以说这个煮出来的 就是这种鲜味 很鲜很鲜 那种鲜味呢 就像是那种上层的海鲜 煮出的汤 那种纯天然的那种鲜味 哦就是像那种鲜味剂 然后刺激了你的味蕾 然后突然一下子 一刹那炸开那种感觉 就是很享受 而且香气呢 真的是久久萦绕在口腔里面 对对对 太好喝了 这个香味在口腔里面 能够保持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我不知道 至少现在你是满口留香了 对对 哦难怪香菇可以当茶喝啊 吴蓉通过恢复生产优质品种 拓展了香菇的市场价值 通过融入文化元素 全方位进行包装 提升人们对香菇的认知 把优质香菇打造成礼品 发掘出香菇更多的内涵 以此来增加产业附加值 我们专门请一线市集团队给我们做了一款软件 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里面 这是一张宣传画 对 香菇的故事 对 然后呢 然后有这菇神吴三公 你看这有一个香菇的故事 就是你会这样的宣传画 你会放在每一个包装箱里面 然后呢 拿回去 消费者呢 只要下一个软件 像我们给他的一个软件 然后您可以看一下 哦 可以书视频的 对 然后呢 您只要这样子的话 大概你就是对庆园香菇 这个历史文化 就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了解了 哦 其实这也就是你做庆园香菇 做文化 已经做到极致 已经利用了非常先进的这个视频的方法 我们都还有 你包括说什么汤包 菜包 还有什么做月子的 我们专门有这种月子套餐 就都比较丰富 就基本拿回去 懒人似的 拿回去就直接按我这个量 因为不然的话 人家不知道说烧一顿菜 要多少个香菇 就像刚刚说的 烧这个香菇茶要几个香菇啊 最近都没有一个量 可能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这种精准的 精准 消费定位 对 你的收入是多少 我们是有几块 你比如说单一的 就是庆园 二十一 这一块的 一年的话 就七百万左右 能够卖出多少呢 量呢 量也不多 一年的话 反正也就四五万斤这样子 然后呢 其他的包括品类更丰富的 外地菇这些拿来 这些呢就走流通市场的 这一块也有个几千万这样子 总共加起来呢 总共加起来两三千万 庆园美食已经成为了青园香菇产业链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古老的庆园香菇产业链在今天激烈的市场竞产当中之所以还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那是因为庆园的工农们他们是在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在从事着香菇的栽培销售和经营 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萧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